中秋节快到了 很多民众已经准备要选购烤肉食材 除了要注意新鲜度之外 也要特别留意输果农药残留的问题 美式卫生局近来抽查了中秋的应景食品 结果发现了包括大型连锁超市贩售的输果 还有连锁火锅店 以及连锁手摇饮料店使用的输果 都被点名农药杀虫剂超标 目前店家还没有进一步的回应 而读物科医师提醒民众 输果的表面有没有农药残留 肉也是看不出来的 得用正确的方式清洗才能安心吃下毒 中秋节许多人都会来尝烤肉趴 但烤的不只是肉 蔬果也是重要配角 除了要注意食材新鲜度 药物残留跟食品标示 也得特别留意 因为台北市卫生局进行中秋食品抽查 验出了11项生鲜蔬果不合格 其中也经见大型连锁超市就占了三项 在彩色甜椒进口白萝卜 跟百香果都验到了农药杀虫剂超标 而知名连锁首摇饮料店 还有连锁火锅餐厅也有农药杀虫剂超标的食材 另外也有老牌酱油被揪出含氮量 不符标示 购买第一步是挑选信用良好的店家 并注意食材的外形包装标示够不够完整 但蔬果农药是否残留光用肉也实在看不出来 因此医师提醒保险请建就是在食用前务必做好彻底清洁 除了彻底清洗食材烹调食用过程也得注意手部清洁 免得把农药洗干净了 却把手上残留的病毒吃下肚 接纵报道